顺宇,即是2382,那就是出了个数据,就是3月份手机镜头出货量 就同比要跌8.1%的,那现在股价就跌7%的 那有个朋友就说,他持货很惨,他货底就185元的 他说沽走就会亏很多,他说现在沟货好不好呢? 不会主张这样沟货的了,因为你要了解,其实你选择是沟货 很多时候我相信主要原因是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纯粹就是见过股价跌了很多,200多元跌下来 那现在100元沟货就值很多了,但其实你看今天 除了顺宇光学之外,长城汽车,一样跌一成左右 发生什么事,其实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讲短线,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供应链出现问题的相关的股份 刚刚讲的,对于消费股来说,有个报复式消费报复式反弹 但是对于顺宇光学,对于长城汽车来说 供应链好了,不会出现报复式消费,不会出现报复式反弹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未来当疫情好一点 他们的供应链完善的时候 他还要面对着行业竞争等等相关的问题在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你这样仅仅去交货 我觉得你说要用一个本多中性的方法去博 很危险,货率不高,顺宇光学的估值又不是特别低 我们讲的就是,如果你有十几倍PE左右 你不断地去交货,交一下 本多中性这样可以炒上去 但是你这些位置交货最尴尬的时候,你想一下 我们做JS测试,就是做压力测试 如果那个位置,你的股价就摆明,你看日线图上就向下沉底 你这些位置交货,是你的成本第一方面,想一下自己会便宜的多少 但是如果那个股价 再落到八十几元,九十元那些位置的时候 那就无谓了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那个股价都没有任何 存定趋势 消息层面上,又是偏利淡的 出货量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就真的是 兴趣不大,因为其实讲道理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之前提及长城汽车 信与光学现在讲最大的卖点 就是车载镜头 那些汽车公司都讲生产量出现问题的时候 车载镜头未来又怎样会好呢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信与光学就真的未去到一些 交货的时机在 很多人百二元那些位置穿的时候,都会想去交货 同样地,你现在一零份,不要去股底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说 何况就是一些高估值的股份 所以我想暂时来说,信与光学就 有货,你最多都是继续挨下去 最多你都是不止蚀 是纯粹大,很长的时间 以前都试过了,八五元掉下去,七十几元再上回去 那你最多都是用这种心态去想 但是你是入市 交货的时候 你起码要消息层面上有好转 市场对一些车股 没有那么大负面心 想法的时候,才去想这些股份